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现在 尼西米率领以色列人 修复了耶路撒冷的城墙 前后经过了将近一百年 破碎的耶路撒冷城 重新有了屏障 但是尼西米的工作 并没有到此为止 他跟着做了两件事 一是安排这些城墙的守卫 二是属点回归后 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数 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 和迎楼的宰官哈拿尼亚 管理耶路撒冷 这块淘气碎片上 有一组西伯来文写的名字 是军事领袖或宗教领袖的排班表 尼西米要大家排班守卫城墙 我吩咐他们说 等到太阳上升 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 人上看守的时候 就要关门上栓 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 各按班次 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 尼西米记七章四节说 城市广大 其中的民却稀少 接下来 尼西米就要处理耶路撒冷城中 以色列人口稀少的问题 我们再到了犹太人区 来联想一下 当时的耶路撒冷 以色列人也和其他族的人 住在一起 我们想象 当时耶路撒冷外族人的势力 还是很大 如果有更多的以色列人 住到了城里 不但可以把政治局势扭转过来 还可以提高圣城的属灵光景 我的神感动我心 招聚贵胄 官长和百姓 要照家谱计算 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 尼西米记第七章第六到六十七节所记的家谱 和以色拉记第二章所记的基本相同 那就是在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 第一批归回的百姓带回来的 尼西米就用这个家谱来赎点人口 为了解决城中人口少的困境 他也将祭司和立位人分别出来 为了恢复圣殿的敬拜和侍奉 接着 尼西米用抽签的方式解决 向城里移民的问题 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 其余的百姓撤迁 每十人中是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 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里 第十一章四节到十二章二十六节记载 尼西米按照家谱 将居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以色列人记录下来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 除了圣职人员以外 犹大和汴亚敏这两个支派 是耶路撒冷城的主要居民 也可以说 他们是蒙神拣选的 因为他们的祖先 在以色列王国分裂的时候 都支持大魏加 紧紧守住耶路撒冷 这个敬拜神的中心 组成犹大国 而北国却另设祭坛 并且变成拜偶像的中心 越来越远离神 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牢牢记住的 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要紧紧地抓住神 接着第十一章二节写着说 尼西米就带领众人 为那些搬到城里去住的人祝福 尼西米迁移了十分之一的人入城后 耶路撒冷逐渐恢复了繁荣 回应了神的呼召 尼西米时代 把百姓迁入圣城的这个世界 提醒我们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应当以神的国和神的事为孽 这样的话 结果必定证明 有神的保守和祝福 播种国际事工 邀请您与我们 携手前行 是撒种的油种 是要吃的有凉 了解更多详情 请假播种国际事工 并遗憲 24年 二组 二组 分 by 一条 一条 你 是